我們現在來到日昌行程的LP 錄體巾低層但有海景的單位 這個是十塊 而且房屋是867呎 相當大 這裡就入門口 這邊可以組一個窄身的鞋櫃 都夠空間 還有你做屋頂上可以放一些電視 不可以放一些電話 或者一些電話 再轉過來就是工人房的位置 工人房很少有這麼大的 我自己做 我或者會把洗衣機都裝在這裡 然後或者做個儲物櫃 上面就睡工人 然後工人也有自己容身 由個圓關位走到這裡 就有一個日字型的長廳 基本上是很寬闊 擺位在這裡就是飯廳 因為比較近廚房 這邊就是客廳 客廳擺位我自己會把電視掛在這裡 梳化放在這裡 然後它的露台又用三拖門 我自己坐在這裡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泳池 再看橋景 再看看海平線的海景 路台這裡 我覺得如果以八百多尺的路台來說 這個路台是相對大 你站在這裡看出去的景觀是相當豐富 自己的內源 車聲 橋景 海 然後船 飄下飄下 還有遠處的山脈 南天的海 它相當正 還有它這個三拖門我都把它躺好 路台又顯得更大 尖少少 樓底都高的 3.15米 我們轉過來看看一間我最喜歡的廚房 為什麼說我最喜歡的廚房呢 因為廚房是長型的 它做了一組U型的廚櫃 儲物空間或者餐桌的工作桌面是非常足夠的 可以放的東西像這樣 放的東西 然後煮食 用MILLA的煮食爐 都是名牌家電 還有蒸焗爐 一個大的升盤都方便洗的 然後這邊有大槍都有採光 上面都有足夠的收入空間 都夠放的東西 然後下季都有足夠的收入空間 整體上做得不錯 還有它安裝了所有名牌的家電 順著這邊走就是睡房區 我們先把燈開 這邊就是睡房 睡房就下了鍊 正常因為這邊有點西斜 但是房間就標準尺寸 兩米一成兩米 然後一個落地大玻璃 看出去就是海景 正的 都是一樣的海景 大同小二 因為它正在賣房間 就怕曬到地面 所以6點很滑 我們轉過來 看看客廁的位置 我覺得南風做客廁其實不錯 因為它做的東西很實用 有足夠的收入空間 洗手盆 坐廁 它是用在流浴區 而且流浴區可以坐著沖浴 這個我 我家也是這樣 我都很享受 主人房的位置 它有一個對流窗 這邊就看隔壁那邊的圓景 床我正常會拍在這邊 然後這邊可以做一個工作桌 然後那邊做衣櫃 還有一個露台仔 我可以走出去 都是看自己的泳池和海景 景觀就相當之好 還有它有自己的主人浴室 一個浸浴的 還有它有窗的 相對來說就站來很多 次這間就867呎 價錢呢 一萬三千多 全海景 還有景觀相當好 下次這些單位 你有沒有心想 可以留言告訴我 拜拜